主日代表处在东京举办国庆酒会 日本前首相 现任自民党最高顾问麻生太郎 以及日华议员肯谭会会长谷乌龟斯等约50位国会议员出席祝贺 日本前首相 所以我々是必須保持這件事, 是非台灣人們, 這個台灣海峽的重要性を 是非保護得頂ければ, 心から願望得到的。 大政党首相当の台湾的操縦船の祝賀会の時期, 中國是孫悟空中的說話 也不是獨立的 我能否認識到現場的國民 是正確的 我也是這樣接受 今年國慶酒會上 還播放了一部依賴總統講的 台灣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為主題的影片 介紹台灣在半導體和AI領域的成就 以及台日雙邊合作 期盼未來在各方面的關係持續深化 中央設計的戴亞真陽明珠東京報導